另外巡委会公布国阵胜选不到三个小时后 国阵首长人选拿都是李苏来曼 马不停蹄在今天凌晨1点宣示成为第13任 马六甲首席部长 苏来曼也透露下个星期将公布州行政议员阵容 也是国阵林鲁区州议员的苏来曼 凌晨在马六甲州元首敦穆穆穆阿里面前 签署委任状正式宣示就任 出席见证宣示仪式的还有 巫统主席拿都是李阿慕扎西 首席主席拿都是李阿慕扎西 顾问局主席拿都斯里纳吉 以及马华总会长拿都斯里魏家祥 苏来曼承诺他不会让马六甲人失望 会不分种族宗教 谨责领导马六甲州 至于州行政议员人选 他会和州元首讨论后再做定夺